提醒一下這個程式 執行之後按確定 它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 首先我們瀏覽器打開之後 資料會直接利用這個 有一個叫正列array arraylist的方式 我們可以先把資料寫入到哪裡 寫入到listbox裡面 裡面包含 比如說我今天寫入了五個 五筆資料 然後呢可以放在一個name的一個 這個物件裡面 並且把這個結果指向哪裡呢 指向這個listbox的這個 data source底下 它就自動會把這些 這四筆資料通通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呢 假設我今天要 要控制怎麼樣 控制我現在游標的位置 比如說我今天選擇江曉禹 那你選擇之後的話 就秀在這邊底下有一個叫label底下 那選擇的姓名就是江曉禹 那你選了之後按選擇 它就自動會做更改 那這部分呢 我們主要做的一些東西 第一個呢你先可以開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檔案 開啟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做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說呢 直接把我們的事件寫在page row裡面 page row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做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是第一次載入 那第一次載入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有一個關鍵的用法 前面也用過 叫做post spec 也就是說if not 不是post spec 這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它是第一次載入 這個我想最好是把它記在你的筆記本裡面 以後如果第一次載入的話呢 就直接寫這樣一個一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宣告一個什麼呢 宣告一個name 這個name的話呢 我們把它宣告成一個object 這個object就是叫做 alreadyster 這個alreadyster 就有點像正列 正列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資料呢 儲存在哪裡呢 這個alreadyster裡面 好 那後面呢 加上一個等於 等於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 除了宣告它是一個alreadyster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new new的話呢 就指定它為一個新的 建立一個新的 這個alreadyster 後面記得用刮符 也就是開了一個記憶體空間 可以存放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後面我刮符之後呢 我就沒有限制說它可以放幾筆資料 那接下來我怎麼樣去新增 資料到這個alreadyster裡面呢 我們就利用有一個叫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add的方法 那方法add之後呢 我後面刮符呢 就可以把它放入什麼呢 我要放的一些這個 這個street 這個字串 那字串分別我底下呢 就利用add的方式 把這些呢 通通都放進去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從資料庫裡面 放資料也是可以 用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資料通通都讀到 這個list裡面也是可以 那不過我們現在呢 只是做一個練習 練習怎麼樣呢 把資料呢 放在這個list alreadyster裡面 那這個alreadyster就是一個name 我們名稱給它一個name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用法 就是所謂的data source 這個data source就是 所謂的 資料的來源 那資料來源呢 我們就指定叫做name 就把它丟給什麼呢 這個listbox 這個 我們這個listbox的名稱就是lstname 然後呢 最後記得就是說 再加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叫做什麼 data byte data byte data byte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建立一個所謂的器材 也就是說資料呢 就自動會幫我們把它放在 這個listbox裡面 那這邊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如果說今天呢 點選的資料之後呢 要把資料呢 放在這個labor底下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在旁邊 加入一個所謂的button 點下去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說 先去檢查 檢查它油標的位置 那檢查油標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判斷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這邊前面有一個判斷式就是說呢 如果說什麼呢 它slide index 大於-1 所謂大於-1 所謂大於-1就是說呢 它如果 這個條件是說 如果大於-1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選取 假如說它沒有選取的話呢 它就會 等於-1 也就回傳值 如果沒有選的話 就是等於-1 那如果說它有選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根據什麼呢 它slide item 這個地方 把結果呢 傳給什麼呢 這個label底下 然後並且把它秀出來 就完成這一題 那這部分的話呢 程式碼是在九支企業這地方嗎 你們先試試看這部分吧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資料細節的範例 讓大家了解 資料如果先存在一個 一個正列裡面 那我怎麼樣把它讀進來 這部分的話你們試試看 好